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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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疑似漂浮着身穿救生衣的尸体 不过并没有将该尸体打捞起来 为了不放过任何线索 当局在这项搜救行动中 也派出了六艘海军军舰 以及增派47名搜救人员 其中在刮拉龙运海运搜索 并希望能尽快找到难失踪者陈永顺 莱纳斯西图厂的营运执照 获得更新六个月 并附上了三项条件 政府希望莱纳斯尽快完成有关的条件 政府也将会在接下来六个月的时间里 监督莱纳斯 是否有尽责落实这些条件 莱纳斯营运执照 获得更新一事引起多方不满 其中拯救大马组织将在星期日 举行反莱纳斯西图厂的集会 并扬言要焚烧西蒙的竞选宣言 首相敦马哈迪称 焚烧西蒙宣言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只会引起愤怒 莫哈迪说 那些不满政府继续让莱纳斯西图厂 营运的人士可以焚烧西蒙的竞选宣言 但是必须用常识解决问题 而不是认为烧掉宣言 就期望问题会解决 至于政府是否会发出 更长时间的执照给莱纳斯 莫哈迪指出 当局希望莱纳斯尽快完成 政府所开出的条件 同时当局会评估 莱纳斯是否可以在四年内完成 莱纳斯执照获得更新六个月 附上了三项条件 其中包括了有关在国外建设设施 用来裂解和进取西图矿 然而这个设施必须在执照生效的四年之内 完成建设和运作 对于莫哈迪已经很久没有到访沙巴 并且当地的课题被忽略一事 莫哈迪回应说 他有意愿到沙巴去深入了解民情 不过莫哈迪提醒所有大马人 不要以沙巴人 沙拉越人或西马人来做出身份区分 这是不健康的 因为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 不管是来自大马半岛还是东马 莱纳斯获得更新执照之后 是否可以落实三大条件 是多方关注的事 大马莱纳斯表示 有信心在六个月内 获得永久废料储存槽 所在地的同意 以用来存放水利率 净化固体残留物 大马莱纳斯发声明指出 在内阁决定延长 莱纳斯营运执照六个月之后 该公司将会加速永久废料储存槽的规划和构建 莱纳斯表示 这符合西蒙政府审查委员会2018年12月的建议 另外 莱纳斯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同意接收材料 大马莱纳斯的永久废料储存槽 规划框架和所选地点 之前已经获得原子能执照局的批准 此外 彭亨州政府已经书面批准 在彭亨州寻找永久废料储存槽的地点 该公司表示 根据新的许可证 莱纳斯将不再需要把年度总销售额的0.5%用于研发 不过 在国外建设裂解和进取稀土矿的设施之前 这个百分比将作为额外担保提供给政府 莱纳斯指出 这个担保金额预计将用在永久废料储存槽的建设 随着进展将会提供有关成本和时间表的更多信息 莱纳斯获准延长营运执照的条件 包括将裂解和进取稀土矿程序移出马来西亚 目前莱纳斯是在关丹革宾的稀土厂内进行裂解和进取 另外莱纳斯必须停止全部有关将辐射浸废料 制成肥料专利泥土的研发工作 经过一番反对上浪之后 教育部宣布必须获得国民兴小学各方面的同意之后 才能够落实介绍找遗文字的单元 华总会长单粹方天心表示 这显示出政府或教育部不会在国民兴小学强制性执行 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方天心说 虽然教育部刚宣布的新措施 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和问题 有待进一步理清 但希望能够根据这个不强制执行的大前提与原则 拟定一个各照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他希望教育部能够继续与有关的单位 包括董教总等主要团体 继续交流学商 收集大家的看法 他在文告中说 教育部也应该把国民兴小学的董事部 列为介绍找于文字单元措施下 其中一个被授权的征询单位 这就等于尊重与认同各华小董事部的存在 和以上来所扮演的积极 尤其是对外发言方面的角色与地位 他说 在找于文字书法艺术单元客期发生后 教育部也曾经接见了董总 教总和多个国内华传主要文教团体 交流与会商 并聆听与收集大家的看法与建议 这是正面的做法 这显示出 教育部正式认同和尊重来自董总的看法和见解 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自从来到大马之后 就争议不断挑起种族激烈情绪 多名内阁部长在内阁会议中表态 不要让他留在大马 首相对马哈迪说 如果警方调查发现扎基尔的言论伤害国民团结 政府将会夺回他的永久居留权 马哈迪说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扎基尔 他是否做出伤害大马的行为或言论 如果有必要 大马会持夺扎基尔永久居留权 马哈迪是在参观亚航总部后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当被问及扎基尔是否需要向五国人民道歉 马哈迪认为就算他道歉也不会平息大家对他的愤怒 扎基尔上个星期在吉兰丹的演讲上称 大马新都图所获得的权益比印度穆斯林好上百倍 而大马新都图却支持印度总理莫迪多过马哈迪 吉隆坡克林之人民祖屋的一架电梯 这个月二号发生故障 从五楼急速往下坠 导致八人受伤 事件的调查报告将在下个星期出炉 联邦直辖区部长凯利萨曼说 吉隆坡市政局政计划翻新和维修人民祖屋的老旧电梯 提高电梯的安全性 而有关的报告将会协助当局 做出更加正确的评估 联邦直辖区部长凯利萨曼是在布城出席 向国庆日庆祝活动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凯利萨曼说 共管机构和人民祖屋协会 可以协助执法单位 监督电梯的翻新工程 以确保类似的电梯故障意外不再发生 著名华裔企业家关友员早前发表了 军人只会吃和睡的言论 引起国人关注 国防部长姆哈迈萨曼强调 任何侮辱国防部队的人 都是国家的敌人 国防部强烈谴责这些人的举动 姆哈迈萨曼在主持国防部 国庆月悬挂辉煌桥文运动推介里 上表示 民众可以批评军队 但不能侮辱他们 民众可以批评军 民众可以批评军 收入军数 和民众的 他也表示国防卫队被侮辱 不管种族问题和事事关国家安全 他认为发生这类事情是因为有一些人 不大了解国防部和国防卫队 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 他也提醒国人 我们今天享有和平 需要归功于国家的安全部队 特别是我们的军人 他说国防部已经就此事报警 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政府将会检讨机场的乘客服务费 也就是机场税的机制 首相形容乘客购买廉价航空的机票 但是却需要缴付同等价格的机场税 是不公平的 因此政府将会检讨有关的征税架构 马哈迪是在亚航总部进行考察后 对媒体这么表示 他也补充自己并不希望看到 大马机场控股及子公司与亚航内斗的局面 因为当各造有着不同的立场时 都会选择把事件带上法庭 不过马哈迪也建议他们能庭外和解 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 从2018年1月1号起 统一所有乘客的服务费 这也意味着 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内 非东门航班的乘客服务费 将和吉隆坡国际机场相同 也就是从50令吉调涨到73令吉 然而亚航及亚航长城公司 拒绝按照新税率征收乘客服务费 大马机场公司的子公司 大马机场雪邦四人有限公司 为此提出诉讼 索赔总额高达3612万令吉的款项 亚航及亚航长城公司 随即入禀法庭申请司法检讨 以当局违反大马航空委员会法令 74至78条文为由 要求终止追讨欠款行动 不过高庭最终驳回亚航集团的 司法检讨申请 裁定大马机场控股公司 并未向乘客征收过高的乘客服务费 以及质纳经费用 目前吉隆坡国际机场 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征收相同的机场税 但是亚航认为 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的设施 比较低落 却征收相同的费用 非常不公平 基于国内私人消费持续扩大 以及矿业止跌反弹 大马2019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重新加速成长 涨幅达到4.9% 我国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 分别为4.5%和4.9% 上半年GDP成长为4.7% 国家银行总裁 在第二季度GDP数据汇报会上表示 国内所有领域都在第二季度成长 其中矿业因为天然气产出恢复正常 有首季的萎缩2.1% 转为增长2.9% 同时制造业与建筑业成长 分别稍微加快到4.3%和0.5% 虽然成长最快的服务业稍微放缓 但是涨幅还是达到6.1% 农业同样在第二季度放缓增长 从首季的5.6%降到4.2% 此外私人领域依然是国家经济的关键增长动力 第二季度私人消费保持稳健涨幅达到7.8% 稍微高过第一季度的7.6% 国家银行还是维持原先预测 也就是GDP将在今年成长4.3%到4.8% 而美国展颜对更多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令外围风险大幅下降 对今年大马GDP成长的潜在冲击 从原本的0.9%到1.1个百分点 降到0.1个百分点 针对令吉走弱 罗沙姆西亚说 令吉对美元汇率在第二季度贬值1.5% 年初到现在则走弱1.3% 基本上和各区域货币同步下滑 国行没有发现足以冲击国家经济的风险 无论如何他强调 当前的令吉浮动汇率政策为国家经济提供缓冲 可以吸收外围冲击 印巴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争议不断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促通过对话化解纠纷 香港学省即将在下个月2号开学 不过有学生组织计划罢课行动 稍后回来聚焦国际 稍后回来聚焦国际 这节话语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黄康星 感谢收看话语新闻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